對美國各個城市的球迷來說 能夠擁有一支NBA球隊就已經值得慶祝 每一次擁有兩支的 放眼全北美也只有紐約跟洛杉磯 這兩座超級城市玩得起 落成那邊我們先不說 紐約的尼克跟籃網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尼克即萬千寵愛與一生 這一切看在籃網球迷的眼中 又做何感想呢 雖然長期被忽略 但今年的籃網不一樣了 相較於尼克又在擺爛 網軍在一哥D'Angelo Russell 率領下 有機會在季游賽打響名號 也讓球迷熱血澎湃 這很好,真的很好 事情變成了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更好的隊伍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更好的隊伍 所以尼克似乎像我們的兄弟 對,他們比尼克更好 他們在最後的場合 我們開始進入比賽 所以我們期待會變得不好 我們沒有任何選擇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 所以誰說什麼都不重要 我們現在說什麼 那邊是紐約的隊伍 和布林的隊伍 和紐約的隊伍 和紐約的隊伍 我會忘記其他隊伍的名字 因為他們今天不太好 作為同誠兄弟 尼克蘭網有著剪不斷 力還亂的比較心態 網軍如果想贏得 大蘋果球迷的敬重 跟愛戴 接下來的季後賽 就看他們表演了 我來TV新聞 紐約採訪報導 下村 我們來TV新聞